好那我們看一下 上禮拜我們已經簡單介紹過Canva的一些應用 對不對 然後他基本上 你只要掌握這幾個原則 應該就很快 先從喜歡的版本 然後你就可以把圖庫啦文字加進來再加上 動畫效果你可以針對文字或整頁的一起做 你沒有選到任何一個物件就是針對整頁的 他就是頁面的動畫 好那麼有了這個之後啊 你大致上應該就了解大概怎麼做 那在選這個 範本的時候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你們平常在選範本 比如說我們這邊 來看一下我的專案裡面 練習的我先找一個 還是我們就直接開一個新的好了 好平常呢 如果你是做簡報 好也許你會在這邊 我選了簡報之後 再來選範本 但是呢 其實有一個 好如果你有加入老師的Canva教室 或者是你自己 選擇 我用試用30天的Pro帳號 都可以 那你都可以擁有完整的功能 比如說你看 你要找的是教師姐 好教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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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裡是我的專案 我找 我應該要找 範本 在這裡 我要找範本 好 那你透過這樣一找 你會找到很多 對不對 可是 如果你是要做影片 要做簡報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這個 這個 通通都不是什麼 好 簡報後 影片的格式 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可以這樣子 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 你先從左手邊 先做篩選 我只想看到 海報的 只想看到 卡片的 有沒有 我只想看影片的 這樣一勾 只有四個 就跑出來 這是一種方式 第二個 你也可以先從這裡 先 除了 尺寸的部分 帶有解決以外 你可以先找風格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風格 是不是全部的 我想找比較簡約的 還是你只想找插畫的 我就勾插畫的 有沒有這樣子我們再找 就會相對比較好找 所以你要善用一下 左手邊這個篩選 甚至你可以針對主題的 還是你針對某一種色系的 我只想 找比較粉紅色的 有沒有就是有粉紅色的找出來 這樣都可以篩選 好 那你篩選好了之後 如果你想要這個 可是他不是簡報 也不是 影片 那怎麼辦 你只要是 加入老師教室 或是你已經 按適用30天Program 你都擁有這個功能 叫做調整尺寸 也就是說你的尺寸是可以改變的 那你看 我在這邊改尺寸 有沒有發現 預設 5乘7 這很顯然是做卡片的 各位知道5乘7的大小是多大嗎 我們以前小時候洗的 照片大小就3乘5 也有4乘6 對不對 5乘7就是再大一點點 那你看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換成影片 有沒有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換成簡報 因為在Canva裡面呢 主要 嚴格來講 有4種 有4種不同的模式 就工作模式 你現在看到這一種的 現在這一種的 他算是比較屬於就是像卡片式的 卡片啊 或者是 那個 像IG啦 Facebook貼文 大部分都是長這樣子 就是垂直的 垂直的 那他總共有4種 還有一種是簡報的 就是他的模式會不同 然後還有影片的 還有一個是白版 所以呢 我們會有 幾種不同的Canva的編輯模式 但是你大概看了就會比較清楚 那你看喔 如果你確定 我想要做成影片 那我就直接在下面 這裡 你可以選擇 複製一份 然後直接調整尺寸 還是你針對這個就直接改 但是 各位要注意 如果 你在Canva裡面你選這個 你就回不去了 就是你是不能橫度的 所以如果說你是 本身這個內容已經有了 就是你已經做了一些 之後我會比較接你複製一份 會比較保險 不然 你做錯的就來不及 你看我先改一下 改成影片編輯模式 來 你們有沒有發現 下面這裡有沒有變得不一樣 有沒有長的不一樣 他就會自動把這個 原本的卡片 再把那個空間延伸出來 那你看喔 因為我剛剛是用複製的 所以其實我的檔案是還在的 你看我有兩個有沒有發現 我有兩個 然後後面這個 就是我原來的 那我再轉換一個喔 我再把它轉換成簡報 一樣我用複製的 按一下 好 各位 有沒有發現 尺寸出來了 但是在這裡 變這樣 有沒有注意到 簡報模式不一樣 了解了喔 所以你選的範本不同 事實上 你會看到編輯的方式會有不一樣喔 那我把這裡重新整理一下 好重新整理一下 你來看看 其實我們剛剛雖然 增加了三個 但是每一個的類型 都不同 不過他這裡 還沒有更新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 你看我們每一個專案的下面 有沒有告訴你這個 你的專案是什麼類型的 有沒有發現 在下面這邊 有看到了 有簡報的 你看我這裡有很多 你看 依老師來講我是簡報跟影片比較多啦 也有Facebook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你就比較清楚 原來 我們 專案裡面事實上就有記載了你的那個類型 只是呢你沒有特別注意 但是我一直強調就是 這個功能 因為他後面有黃冠 所以表示他是付費的 或是你要教育版才有 所以你沒有加入老師教室 或者你沒有升級成 30天 Pro 試用版 這個功能你會不能用 你就會比較局限 我今天看到的 這是卡片的 我就只能做卡片 這樣有沒有清楚 了解 所以這個是 我們針對 就是各位呢 你在 找範本的時候 你是可以善用這個改變尺寸這樣的功能 才不會 你喜歡他 但是怎麼樣又不能用 這樣清楚囉 好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 後面 表格資料對各位來講可能還好 然後 事實上呢 你看 他裡面也包括了 他範本裡面也有這種 腳本喔 所以如果未來 各位你想要拍影片 但是你不太知道 腳本要怎麼去設計 你也可以試試看 影片分鏡腳本 這樣的方限制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關於分鏡的 別人所分享的 這個 範本 你看一下我們從這邊 你看 我就從這裡找範本 Google一下 Canva一下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很多 影片的腳本 這樣有清楚了喔 我們 介紹Canva給大家 最重要就是你會發現 真的 他的範本超多 就這麼簡單的用一用就OK了 這樣有沒有一點概念 了解 OK 好 那 這個是 先在這邊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的 那這一版面配置 這個我就不用講了 好這個我們上次都介紹過了 那有一個 這裡我先停一下 那有一個